人愛鄉互助村清流部落 因道路連久失修 造成鄉民出入的危險 日前 宣議員廖文玄與縣長林明貞 也到互助村會看 並在活動中心舉辦座談會 聽取鄉親的意見 原住民都喜歡車站去車 如果路面不平的話 會非常危險 有時候會造成意外的發生 所以今天我們來看 有三條融路需要重新鋪塑 郭友路面 我們來勘察之後 認為這個測試有必要 所以大概要動用200多萬 社區的梁理事長在建立 他說泰雅橋 這個橋墩 已經陸入非常危險 如果不加強來修復的話 那麼整座橋 橋墩會被洪水沖毀 縣議員廖文賢 感謝縣長能夠關心地方的事物 雲若改善這三條產業道路 保障居民出入的安全 今天縣長特別到我們青柳部落 除了瞭解上年度 執行的 合定的基礎建設 執行情形以外 並在活動中心 跟我們青柳社區的居民 村長 還有代表們來溝通 來了解民意 我想縣長非常的親民愛民 會中 除了也答應我們社區發展理事會 邱理事長所提議的一些案件 副議長潘一泉肯定縣長能夠關心偏向地區的鄉親 讓他們有安全的道路可以使用 而南投縣內 還是有許多攸關農民生氣的產業道路 局需修繕 也希望縣府以及相關單位能夠緊速來改善 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記者 陳偉宜 仁愛鄉採訪報導 於從百 gren物ий 就 bind就 caramel了變opa 記者 位置的父母 所以黃羅斯採訪報導 這張鍵字 肉看九年前我們希望縫取消風景